非洲耶 人家趴在地上耶 我們都浪費電耶 我們都沒有反省自己耶 所以我們要漲 所以我們要漲電價 然後以價制量 他現在油價 油價降成這樣子 他可以降一點點 可是對整體的 物價沒有法 物價不會降 也不回來啊 我們今天休息一下進門 我今天現在已經到五六十塊不來 回不去三十五塊的年代 我明天四十五塊 我明天現在都四十五塊不來 馬英祖這個大概 我看這個笑話大概三年前吧 就有人講 我就覺得你不要這樣消遣總統 他說人家要漲漲就沒關係 漲漲就很害怕 你知道嗎 漲漲就睡、游泳、跑步就好 你漲漲就很害怕 對 最怕就是右背右肩 假裝啦 假裝啦 不會假裝啦 你要不要做 其實也不會差得對 可是他最近又開始假裝了 就是朱立倫拋的修憲這件事情 跟他又有關了 他要找蔡英文去入府 是否還修憲 他就喜歡在小房間裡面兩個人嘛 他就一直很擔心自己被邊緣化 可是你都已經敗成這樣 你就應該釋權出來 當一個虛偽的總統 你還在那邊很積極 你看我邀請蔡英文 蔡英文都不來 不是嘛 你們把歷史拿出來看嘛 蔡英文這個也是老梗啊 你知道嗎 他2012年就開始講國際會議 他是那時候年進改革 2013年反核也講國際會議 2014年還講國際會議 所以大家都說他老梗 你們剛剛講 這個沒有 如果這個不 這個議題如果不夠驚悍 大家為什麼要跟進 他這一天 三個爆頭版 三個爆頭版 他這一天 跟進 為什麼要跟進 這些都是現在英倫大戰 最主要的人 還有一個要跟進 他報名要參加 李登輝報名要參加 然後蔡英文說 啊 那這樣輩分會不會太高啊 他不太想要讓他參加 還有一個馬英九也要參加 大家講說 你們剛剛講修憲 把它講成現在看起來不是那麼重要 那為什麼這些人都要搶著要參加 這個舞台一搭起來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搶去 朱立倫講的所有的 那個內涵都是民進黨要的 他講公投 沒有吧 民進黨以後還沒有一個最後的 內閣字也是他要的 所以民進黨第一個時間都拍拍手 你去看那幾個民黨立法委員 國民黨說要搞修憲委員會 參加的不是也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要修憲的重點 不是在修改成內閣事 他是要改票票不等職這件事情 公投 民進黨的價值 現在誰拿出來了 朱立倫拿出來 朱立倫說修憲公投 他把民進黨所有的搬來自己家裡了 他有沒有跟國民黨馬英九切割 2008年 馬英九答應誰 答應施明德啊 所以要搞內閣制 六年多下來 大家說他沒有要改 為什麼 總統權這麼大這麼好用 以前陳水扁這樣搞 他也要這樣搞 所以今天這個議題 為什麼丟不出來 大家都要站上舞台 這個舞台一搭起來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現在沒有人不要去 我把剛剛那個講完 我說看兩件事 我剛剛講的一個是油電雙 另外一個事情是股市 股市我們一直都沒有突破 陳水扁的高點 連一萬點也沒有 不要講兩萬點 總統執政六年多了 你知道他後來不是改 那個改革那個贈所 對 還有大戶條款 那個大戶條款 我沒辦法接受說過 你有一個金管會 一個財政部 你在那裡完結 都沒有人要仲裁 你的長官去行政院長要仲裁 對啊 不仲裁結果現在還在完結 對 可是馬總統那個改革證所稅 你知道嗎 證所稅課不到10億 對 但大戶條款 大戶不進來嘛 對啊 證所稅課不到10億 你知道證交稅少扣多少錢嗎 我記得要幾百億吧 五百億 對 五百億 就少扣五百億 對 我們的總統是不是國家災難 對啊 他說這改革呢 對 而且還說不夠快 好 然後奢侈稅沒有扣到多少錢 老闆就一直高血要要 一直吃一直吃 最後我感覺總統 他們在開油膀 你知道嗎 都賣高血要賣 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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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想起不好啊 所以我現在回來就說 人民發現這個總統很糟糕 那可是拿他沒辦法 那以後我們要改 對 你現在想內閣制 我講實在話了 內閣制有缺點 對 總統制 現在總統制有缺點 對 沒錯 那我覺得說比較 如果你要我說 蔡英文那個比較對啦 國事會議大家坐下來討論 不是說兩黨決定 兩黨決定其實某種成分是獨裁 過去修憲不都是兩黨決定 齁 交換的 對不對 那就是大家換嘛 對不對 對啊 譬如說 你跟大家講一下 總統制現在大家知道缺點了 內閣制的缺點 你剛剛也講了一些 其實納粹也是 沒錯 內閣制跑出來 其實齁 希特勒 希特勒大家認識嘛 不熟 德國在威馬憲法實施之後 他們就實施內閣制 那希特勒就是民選的總理 可是因為他的行政立法兩全合一 所以後來他把 因為德國上面是有總統的 他把總統給弄掉了 然後就自己變成一個獨裁者 那你說內閣制好不好 內閣制很危險 對 那總統制很多人會拿美國的說 美國總統制 其實跟各位講 美國不是標準的總統制 美國總統要不要到國會備詢 要 不要 他只一年去一次 國警支援 報告完他就走人了 他也不用到國會去備詢啊 而且 美國的行政單位是不能編預算 他的預算是國會預算委員會在編的 就是 立法機關在編行政單位預算 所以美國不是標準的總統制 不要拿美國的標準來看待總統制 我覺得那個每一個國家 他的歷史的演變 或者民主程度的進展不太一樣 對不對 不可以完全copy啦 他至少就說 我們有一個勇氣 就是說不合的 台灣有他的野生性 就是我們已經走到一個總統制 實施下來 有非常多人覺得走不通 所以這些人他們也都是政治精英 才會往一個方向 又往這邊去走 我剛講 這些人都不是腦袋不清楚的人 但是走到這個方向 其實有很多的配套 要被討論的嘛 所以公民團體也有他的意見 他也不可能關起門來 兩個黨向過去一樣 你要什麼我要什麼 然後換一換就沒有了 現在今年的公民力量非常非常大 他們也必須要進入到檯面上 也就是說 我們總統制 確實走出了很多的問題 現在大家要想辦法去修正 所以內閣只有被抬出檯面上 在這個時候談 那談了以後大家覺得 這個是個機會 所以明年上半年 可能很大的一部分 大家都在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 不再是以前兩黨的一個利益交換嘛 也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要擴大更多的對話的空間嘛 不然就是黑箱了 可是你貿然去改內閣制 我覺得就是交往過正啦 就是說 大家已經習慣 那種自己的總統自己選 對 這個精神 你如果沒有把它灌出的話 直選總統對台灣是有特殊意義 對 沒有 我就是你內閣制作 還選總統嗎 對 內閣制作還要選總統嗎 就不用選 所以虛位元首 所以他說你總統要變虛位元首 或是要背掉總統 他們在討論這個 但是我覺得 現在重點是說那個總統要有 他要權力這麼大 責任要付 其實我覺得限制是可以做一些適度的修改 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們是學法國雙手掌制嘛 可是我們抄一半 另外一半你不抄 法國的雙手掌制是這樣子 他總統是有權可以解散國會的 就我覺得你國會 你都跟我要做的事 你都不同意 那我解散你 訴諸民意 台灣總統不能主動解散國會 必須立法院發動不信任案倒戈 倒戈成功之後 總統才可以被動解散 這是很大的差別 第二個法國的內閣 是由國會的多數黨組成 所以這個情況跟台灣 他也完全不一樣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總統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改個幾個方向 第一 立委這個選制一定要改 就是漂漂不等制這個一定要改 我是支持改德國的連立制 這個漂漂不等制講一下 其實幾年前我們就說 對 宜蘭 50幾萬人選一個 一選一選 媽祖萬幾的 萬幾的選一選 對 那等於同他們的一個人 比這邊50個人 對 這就是當初的交換 就是交換來的嘛 就是交換 大家當時就罵說 怎麼會換這樣一個東西 對 我意思是說 現在其實我們要跟大家講 不合理 要怎麼改 這個事情比較重要 就是說要改的是那個 選制 票票不等制 另外我覺得 還有那個選區 太小 像現在我們講 內湖南港的那個選區裡面 他比議員還要小 台北市的選區裡面 立委的選區 比議員的選區還要小 他通通都在跑紅白鐵 這個發展也是非常激情 所以他們都在立法院裡面的法案 國會議員變成里長 對 所以他有非常多 在單一選區兩票發展下來 大家發現很多的問題 然後都被黨籍所綁架 還有那個不分區 看起來也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施說 他要為理想 所以他應該就是 比如說以前是南區 北區 兩個大區 兩個大區 這樣子總共選幾席 這樣子不要劃分成 就是說什麼內湖南港這樣子 你小選區的缺點就是說什麼 一個51% 一個49% 結果那個51%全拿 但是49%的民意完全沒有人理 所以你要用德國連立制 就沒有這個缺點 德國連立制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今天鄭鴻瑜 你選區域立委 可是因為你這個人很優秀 我這個政黨我認為覺得說 我一定要讓你當立委 你去拚區域沒關係 我同時把你登記在不分區 你區域萬一沒選上 不分區給你 你還是當國會議員 這個好 人才不會被拷掉 對 這個好處就鼓勵 有些人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治國的人才 但是他 他已經沒辦法選舉 他已經沒辦法選舉 這種人讓他上選 然後比如說 你不信落選 但是你拿49%的票 另外一個51% 49%算在你的政黨票 就是說如果最後總得票數 你這個政黨是49% 我國會我就給你49%的許次 你不會通通都沒有 也不會說不成比例 那其實大選區小選區不能只看大小 當時大選區改小選區一個最有說服的地方在哪裡 大選區因為多席次嘛 所以我只要走極端 我主張統一 我主張台獨 我一樣可以當選 對 當時改小選區這樣說服大家說 這樣大家會往中間靠 可是事實上改小選區有往中間靠嗎 沒有 極端的反而還會上 我覺得選字的改變不能只看選區的 就藍綠基本盤 你不能只看選區的大跟小 它有很多的配套要跟著做 比如說德國連綠植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彈性啊 就是沒有一個制度可以萬年縮完 這樣一直用的 它隨時要調整 其實你有覺得我們以前花那麼多時間 然後那麼多時間投三民主義的時候 到 現在大家都沒有一條用到 對啊 你用三民主義套到台灣 你就真的沒辦法 我覺得其實我們也不要一直罵以前 為什麼 那些都有意義 它有它的時代背景 因為時代 我們走過那種路線 知道說會走到哪裡 時代發展到那樣的時候 所以我們推出這樣的制度 但是發現現在已經又不行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再改變 所以民主制度可愛就在這裡 它是可以調整的 對… 來 我們先休息另外一個 首先要降低修憲門檻吧 修憲要下 謝謝…